3 2 1 一起敲響 啟動儀式的鑼鼓聲中 喚起高達6米的主燈NEW 搭配炫目燈光音效 充滿科技感與未來感 長達3分鐘的精彩主燈秀 讓現場觀眾目不轉睛 2021台北燈節 17號晚間在猛甲登場 順利七彩光束 再次點亮萬華夜空 今天萬華地區受到疫情的影響 我們也希望透過2021台北燈節的舉辦 來吸引人潮並帶動地方的發展 台北燈節本來應該是要在元宵節舉辦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 拖到現在都已經到聖誕節 在舉辦台北燈節 不過能夠舉辦還是一件高興的事 幸好最近疫情比較趨緩 不過未來的10天 我們辦這個大型的聚業活動 還是拜託大家 謹守這個防疫的規定 開幕現場邀請曾獲得葛萊美獎的音樂人司馬傑 與金曲歌后魏如萱同台演出 搖滾天王500與China Blue亞洲登場 更是帶來一連串筷智人口的歌曲 讓現場氣氛嗨翻 台北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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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加寬屏在疫情期間 當然就是我們的有心電視跟我們的寬屏上網 其實我們就是協助我們的新興學子 那利用我們的有心電視呢 提供這個遠距的一個教學 自主一個學習 那當然在寬屏服務的部分 我們是讓我們的這個 上班的一些這個工作者 他可以去透過這個寬屏 那去做遠距的一個上班 那當然呢 台北市的這個燈會 其實從這個年初一直在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到現在才 疫情趨緩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可以來順利來舉辦 那中加寬屏這邊 我們也是共襄盛舉 那希望呢 在這個燈會過後呢 那我們在未來的一年裡面 我們也可以讓這個疫情呢 就逐漸退去 那大家可以回復正常的一個生活 2021台北燈節 七彩八寶新世界 從12月17號持續到12月26號 歡迎民眾到現場賞燈 也可以上活動官網 收看實況轉播舞台現場演出 還有機會抽中汽車大獎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好 好 好